而另外来关心的是景气方面 台湾景气最近弥漫着不乐观的气氛 不仅是连续亮起了第九个蓝灯 而且昨天台股方面也是大点了 106.28点 但是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 却是出面的信心喊话 他认为台湾会更好 台湾人就是要好好努力 不过讲到三星跟苹果的专利大战 输了宏达电和苹果的官司 是不是也出现危机呢 王雪红也说宏达电从来不曾失败过 一笑都很乐观 大家也知道 努力加油 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很好的 即便台股大点106.28点 台湾景气连续亮起第九颗蓝灯 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依旧不改乐观 对台湾信心喊话 大家做好好努力 台湾人就是好好努力 面对这家股价直直落 王雪红在出席APEC领袖高峰会 行前会被媒体追着跑 总长要去买股票后排吗 提到两大对手 三星苹果最近转离大战 结果出炉 王雪红似乎没来见 我们宏达都是一项都是 从来没有败过 苹果供应三星祭出绝杀令 三星怎么接招 另外宏达电和苹果转离 九月也有一场硬仗要打 三级转离大战越演越烈 看看三星相关概念股 已经受到影响 以零用来说27号已经下跌12元 28号收盘时至剩下164.5元 三星概念股股价连没下错 不用iPhone绝对只用HTC 不用不可能的 HTC好多了 红达电苹果专离大战 虽然还没结论 但红达电已经连着几记亏损 28号股票从开盘255块跌到248.5块 未来红达电该怎么走 市场分析红达电即将推出的 万二代系列 底层设计将会是关键 红达电苹果三星三国鼎立 三星专利战现熟一轮 半途大洗牌 全世界都在看 捐选章主张俊敏 台北采访不到 台北采访不到